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第二十四十五,良权揣世 就是说,国大那些善于处理天下政务时的人 必善于把握天下政治局势的变化 并且善于揣测诸侯国秦时的发展趋向 若不能够细致地了解天下政治局势的变化 就不能够确知哪个诸侯国真正的强大 哪个诸侯国确实弱小 不知他们左右天下局势的能量大小 若不能准确地把握每个诸侯国形势的发展趋向 就不能够真正地了解明里暗里的事情变化和诸侯国的内部局势 由此而论,人们在做事时 必定要先了解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 掌握与自己打交道者的真情、想法和底细 量权揣适 依据实际的情况去制定解决的措施 古代的政治家在进行政治角逐前 无不再掌握分析天下形势上先下功夫 春秋初年 齐桓公想称霸天下 管仲便为他分析了天子微弱 但仍具号召力 四仪侵扰中原 使各诸侯甚为忧虑的天下情势 从而制定出尊天子依领诸侯 尊华夏依壤四仪的政治策略 为争霸中原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东汉末年 由被想打着匡扶汉时的旗号自己做皇帝 诸葛亮便为他分析了曹操势力强盛 急于通病天下诸侯而自立 孙权富有江东 基业深厚但无心进去的天下情势 制定了莲污抗曹的大正方针 事实证明 每当刘佩执行这条正确的路线时 他便得胜 比如赤壁破曹 每当他背离这条路线时 他便失败 如火烧连营 这说明 根据现实情况制定的政治方针 对于克敌制胜是多么的重要 只有正确的分析面临的局势 依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实际对比去制定策略 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孙病洋狂乍风 躲过了旁圈的残害 被其实者偷偷载到了齐国 在齐大夫田几家中休养 齐威王喜欢养马 更是喜欢赛马赌博 他常跟宗族的珠子赛马 都驻下得很大 田几虽也养着一群好马 但与齐威王比赛时老是输 弄得再也不敢下大柱了 孙病被摇去看了几次赛马之后 对田几说 下次我保证您能够胜过大王 您到时就大胆地下注吧 田几幸福孙病的致力安排 于是就约齐威王赌马 并表示这次将下大注 齐威王速知田几的马力 便一口应允 准备赢大钱 比赛那天 孙病对田几说 我仔细观察过了 您和大王的马 都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 而三个档次的马分开比较 您的马都比大王的马差些 现在您这么办 用您的下等马去和大王的上等马比 用您的上等马去和大王的中等马比 用您的中等马去和大王的下等马比 田几一击而行 三场比赛下来 二赢一输 多取了胜利 赢了大钱 威王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这么好的马 为何输给了田几呢 田几便把孙病的策略告知了他 威王听后十分的高兴 拜孙病为军师 这是依据对局势的正确分析 制定取胜的计谋例子 还有根据对人情的把握 制定事端是计谋者 在任何的社会活动中 人都是主导因素 所以在把握局势时 万万不可忽略对人情的观察和掌握 否则便会失败 历代王朝的末代皇帝 都是因为不差成分民怨的人情 而被掀下了宝座的 从夏节到殷州 莫不如此 而那些善于把握布下行事的人 则会转败为胜 转危为安 宋宁宗使 赵方任清苦致志时 末日他召集手下的众将颁布奖赏 但是发奖之后 大多数人却心怀不满 抑郁发作 当时他的儿子赵奎才十二三岁 却激紧过人 极善于观言察色 赵奎把布将的心思看在了眼里 茫朗声地说道 刚才分发给大家的 只是朝廷的封赏 随后老爷还有奖赏 大家一听 激愤的心情 才平息了下来 避免了一场骚乱 沈良好所处的局势 揣摩透对方的心理 依据这两点 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措施 汉景地的时候 李广任上军太守 有一次 他率领百余名的骑兵 追杀三位的匈奴的射雕手 不想在回来的路上 遇到了几千名匈奴的骑兵 李广大吃一惊 匈奴骑兵 同样是大吃一惊 以为百余名汉军 不敢闯入匈奴的领地的 必是诱人上锅的耳食 匈奴兵立即上马 到高处占据游历的地时 白开了阵势 李广属下健壮 惊慌失措 都想从马上逃走 李广拦住了大家 说道 这里距离我们营地太远 一跑必定被敌人追上 我们一个也活不了的 匈奴兵见了咱们不来追杀 却占据地形准备打大仗 必定是把咱们当成大军派出的诱饵 只有如此这般才能逃得性命 大家依照李广之计 前进到了匈奴骑兵两里远的地方 停了下来 瞎马解安休息 李广的部下十分的害怕 问李广 敌人这么多 离怎么又这么近 我们解下安来休息 挨敌人冲过来 那怎么办 李广说道 我们越是解安休息 敌人才越有一心 更不敢冲过来 僵持了一会儿 一位骑白马的匈奴部将 跑过来查看李广的虚实 李广带着十几人 翻身上马 冲上去把他射死 仍是回到原地 接安下马 躺在地上休息 到了傍晚 匈奴骑兵 仍摸不透李广的动向和意图 半夜里 匈奴骑兵 怕汉军大队人马袭击过来 忙撤走了 第二天早上 李广等得以平安地返回了大营 第二十五数 营以成事 意思就是说 要做任何事情 都应该如此 你要对人使用某种计谋了 实施某种权术了 应该使对方蒙在鼓里 这样做事 才容易成功 倘若事情还未做 计谋还没有实施 却已被对方砍破 那样做事 就难以成功了 但是 想在事情没有处理前 就筹划好周全的计谋 和每一步 切实可行的实施措施 这是相当难以做到的 善于隐藏自己的用心 目的 实力 向对手制造假象 使对手产生错觉 轻视自己 为自己突发制服对手 形成有力的局势 是引起成事术的主要技巧之一 春秋时 吴国民将吴子虚的挚友妖礼 虽然又矮又瘦 却是个所向无敌的机械能手 他与别人比剑时 总是采取手势 不先主动进攻 而是等对手发动进攻 剑锋快要刺中他 并难以变招时 才灵活地躲过 从而突使起击 刺中对手 吴子虚曾向他请教原因 他说 我与对手激剑时 先取手势 让对方认为我无能 而是他产生骄傲轻敌之心 而后 我再露出空档 给对方以可乘之机 来勾引他取胜的贪心 当他急于求成 向我攻击而疏护了防守时 我再程序而入 突发袭击 当然就能够取胜了 这里虽然是讲解剑术 却是对引起成事术的 最好解说 使用词术的关键 就是隐蔽自己 制造假象 迷惑对方 引诱对方上当 而被施术者击败 使施术者达成其目的 1805年 拿破仑同第三反法联盟作战时 曾经成功地使用过此术 他指挥法军 乘胜追击俄军 到了阿尔默乌兹时 俄皇亚历山大的禁卫军和增援部队赶到 这时俄军仓皇逃命 人困马乏 增援部队长途奔袭 意味恢复元气 而法军却乘胜追击 士气高昂 形势对俄军仍旧是不利 但亚历山大却看错了形势 抑郁和法军决战 拿破仑为坚定俄皇决战的决心 使用起了引起城市书来 他忽然下令全军停止追击 射回前哨的部队 并向俄军求和 派出代表和俄方谈判 他把自己的实力隐藏了起来 装扮成惊慌失措 软弱无能的样子 使俄皇认为他惧怕决战 从而下定了决战之心 认为目前是消灭法军 最为有力的时机了 指挥他的军队 向着法军发起了总攻 结果中了拿破仑的圈套 被打得落花流水 意思是说 把对手琢磨透了 才好因人而制定相应的对策 下手对付他 琢磨对方就是要设置计谋 去勾出对方的真情 引他上钩 让他自己吐露 表现出真情实欲来 其实 智者做事也是如此 要达成某种目的 要控制某个人 就要先设下诱饵 引对方上钩 以成其事 设置诱饵之后 在对方上钩之前 要让对方无从知晓 因而他便无所畏惧 无所忌怕 才会吞下你设置的诱饵 被你吊到 宋仁宗保元年间 西夏不仲 常常侵扰大宋的边境 其中有一个民族族的首领尤慎 他能杀善斗 骁勇标函 成为大宋边境守军的劲敌 宋朝明将仲世衡 在这一带助手 想除掉这个家伙 但将士中 没人知道他的面目相貌 难以下手 仲世衡派人 专门了解此人的情况 终于得知 这位民族首领有个嗜好 爱鸡骨 故对漂亮的战骨 十分的喜爱 仲世衡文讯 记上心来 命工匠制作了一面漂亮的战骨 设计精巧 造型美观 相以精盈 真是谁见谁爱 仲世衡令手下将士 记住了这面骨的样子 然后派一名奸细 拿他到民族族的聚集去卖掉 随后 又召集了数百名 见过那面骨的军士 让他们分为数对 穿上便装 化妆成当地的百姓 在边境一带巡游 若是见到待那面骨的人 一定要合力将它捉来 果然不出所料 那面骨 被民族族人买去之后 献给了那位首领 首领见了之后 欢喜以偿 爱不释手 随身携带 一天 那首领到边境巡游 自然舍不得留下了面骨 被仲势衡布置下的将士 忍出 活捉了回去 除掉了他这一心腹大患 唐高宗永龙年间 行进大总管裴行俭 率三十万大军 讨伐突厥 之前 静脚军队的运辆车 常被突厥解洗 所以 裴行捡一道 先设计出了一套 操勾林渊术来 用计谋 勾出突厥的捷梁部队 他先准备了三百辆的运辆车 车中埋伏壮士 手持大刀 强弩 然后 派老若病残 压车前行 后边 再悄悄远随一只精兵 突厥兵听到 又有唐军的运辆车队 便照就派出了突袭的部队 压梁老兵们一见突厥兵 丢下车就跑 突厥兵也不追赶 欢天喜地地压着运辆车 来到了一个水草风貌之处 下马解鞍 放马吃草 然后准备取车中军粮坐食 哪知 车中并无粮食 而是人 藏在车中的唐军大喊了一声 沙江了出来 打得突厥兵措手不及 还没来得及上马 后边尾碎的精兵也赶到了 内外夹击 把突厥兵几乎杀了个精光 自此 唐军运辆车队再出现 突厥人也不敢解习了 势必之战之后 诸葛亮成姬派人占领了荆州 周瑜派人讨还 诸葛亮教刘备 用眼泪战术哭得使者心软 答应刘备暂戒 刘备本无还心 这一切便戒死了 周瑜是又气又恨 却也是老虎吃天 无处下口 只有案子咬牙切齿而已 忽然周瑜闻报 说刘备夫人死了 正在操办丧事 他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忙告诉东吴的摩世鲁肃 说讨还荆州之己已有 鲁肃忙问何计 周瑜说 刘备如今丧妻 必会续嫌 我们主公有个妹子 年大未嫁 会石刀弄枪 我们如今上述给主公 说假意招刘备澄清 把他片之东吴 软禁于此 用他来换回荆州 也让他夫人取不到手 我们却达到了目的 鲁肃一听 十分的高兴 便去觐见了孙权 说出了周瑜的计谋 孙权自然高兴 便派旅饭到荆州说清 刘备却是个重事业 倾家事之人 这番的东吴昭清 自知凶多吉少 怕中了美人计 便不想前去 那只诸葛亮 一意地怂恿 说但去无妨 便将信将疑 由赵云陪同去了 一到东吴 赵云便按照诸葛亮的锦囊妙计 让带来的军事 披红挂绿 去世上采买成亲之物 并大肆宣扬成亲之事 一时间便传遍了东吴的都城了 又依照诸葛亮之计 背上厚礼去拜见东吴的元老 已故国主孙策 和当今大都督周瑜的岳父 乔国老 乔国老不知底里 忙入宫向孙权的母亲贺喜 吴国太被蒙在鼓里 不知起从何来 等听罢乔国老的解释 心中十分的生气 气氛如此大事 孙权竟不来商议 就自作主张了 盲派人传来孙权 孙权解释说 这只是一个计谋 用妹妹作为诱饵 去调刘沛 一套欢欣州 吴国太不听便罢 一听此言 暴跳如雷 破口大骂 你和周瑜统领六郡八十一州 无计去取金州 竟用我女儿射出美人计 传扬出去 叫我如何做人 让你妹妹怎么见人 孙权面红耳吃 方决刺激不妥 但是目以成舟 也不好再变了 乔国老调节说 这时到如今啊 不如将错就错 真的跟刘备解情 刘备也是个人物嘛 辱莫不了令妹的 孙权说 刘备年过半百 妹妹清楚年少 如何使得 吴国太又是大怒 早知使不得 何出如此下策 明日传刘备来 我看中了 是女婿 看不中 凭你们处置 第二天 在甘露寺 召见了刘备 孙权早就埋伏下了刀斧手 只得母亲 一有半点的不乐意 便将刘备 堪成肉酱 那只吴国太 一见刘备 方面大耳 气宇轩昂 心中一喜 便应允了轻视了 终于见一计不成 再生一计 让孙权的妹妹 用柔情秘意 拖住刘备 让她乐不思数 哪知 刘备不但没被女色迷住 反而在其协助之下 一路地逃往了荆州 周瑜见钓鱼不成 反被鱼给偷去了耳食 恼羞成怒 派战船追击 那只孙郡主 以兴向了福家 他传令让手下的女兵 包括刘备的军士 令孙吴将士们 不敢妄动 最后在诸葛亮 派遣将士的接应下 他们平安地 回到了荆州 周瑜操钩领渊 非但没有得鱼 反而丢了耳食 气得是口吐鲜血 昏死了过去 良久仍未苏醒 这个故事中 诸葛亮成功地运用了反调之计 第二十七数 谋因成阳 谋因成阳就是说 圣旨之人做事 靠的是阻止多谋 在案底中 把一切都策划好 把一切都预料到 让别人按照他的谋划去做事 或者中了他的圈套 还是茫然不知 直到工程试碎 大事完毕 结局已定 别人这才豁然明白 但是回之晚矣 在计谋的使用上 此数主要表现在 表面上注意力集中在这里 是为了这件事行动 但实际的目的 却是在那里 是为了办成那件事 其是在此 而意在彼 南北朝时 北齐镇高阶 为宾州此时 某日 州城那一名女子 到分河边洗衣服 把脚上穿的新靴子脱下来 放在岸边 站在河水里洗 这时 远处一名男子骑马过来 老远便见到了岸边这双新靴子 勒马下来 脱下了自己的旧靴子 登上了新靴子 骑马跑了 等那女子反应过来 那男子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哪里追得上 西女子听人说 高阶正直多指 便提着那人扔下的旧靴子 前去告状 高阶安慰了他一番 立刻让手下 传来城中所有的年少妇女 说 有个青年骑马出城 半路上让强盗给截杀了 只留下了这双靴子 有人认得出这双靴子吗 大伙挨个传看 忽然一名老妇人顿足大哭了起来 说 哎呀 这是我儿子的靴子 他出城到岳父家去 谁想到会遭此不幸啊 高阶问明了他岳父的地址 派人马上捉来 把靴子还给了习女子 并且出以法经 高阶表面上 是在为靴子的主人 申冤捉拿凶手 实际上 是为了查明旧靴主人的下落 唐义宗先通年间 将因县令赵和置盘乌财案 也是巧用此数 除州华阴县 有两户邻居 世代通好 关系密切 末日 东陵域外出贩卖 本钱不足 便以田旗为抵押 向西陵借钱一千名 约好借旗为一年 连本大利归还后赎回田旗 第二年归还其境 东陵不失约 先取八百名交与西陵 说好第二天 送余下的两百名 积极利钱 再取回田旗 因两家关系好 东陵便没有要收钱的单据 哪知第二天去还钱取田旗 西陵失口否认 收过那八百名的钱 东陵气急败坏之下 便到了县衙告状 可县令没有看到收钱的单据 也是无法判案 上告到周牙 同样没有结果 西陵洋洋自得 东陵若死良策 听说江阁树县的江阴县令赵和 是位名段如神的青天大老爷 便告到了他那里 赵和结案之后 恨事为难 华阴和江阴是平几县 怎好阅阻带袍呢 苦思良久 心生一计 第二天 发公文到了怀音 说本县拿获了一伙江阳大盗 供出了一桶火 适以献的某某人 唐朝有法令 凡是大盗案件 所牵涉之线 都得尽力地协助 不怀音县令 派捕快将西陵捉来 交与江阴的工人带走 西陵到了江阴县 自持与江阳大盗案无关 并不害怕 赵和威胁一番 令其将自己所有的家产 福财写明 并注上前五的来源 已被查验 西陵一一的写明 其中有八百名东陵所还一款 赵和见后 拍案而起 换出东陵与其对质 西陵方之原委 又修又悔 退款服罪 此案的处理 是势在此 而意在彼的 谋阴成阳术的典型做法 历史上 神里的两桩争子案 都是巧妙地运用了此数 汉宣帝时 尹川有一父父 兄弟俩 共去医院之中 某年 周里俩同时身怀六甲 同时临产 但嫂嫂的儿子 生下来就死了 弟妹却顺利产下了一个胖儿子 这时候 兄弟俩都在外勤伤 为及时赶回家中 嫂嫂便新生一计 以看到侄子为名 把孩子抱到了自己的屋里 再也不肯还给弟妹 硬说是自己生的 兄弟俩回到家中 也难辨是非 最后只好诉诸公堂 县令审了三年 也没有审清 只好转到了郡太守那里 郡太守皇霸 阻止多谋 阅完了案卷 心胜一计 让周里两人来到公堂 然后把孩子抱来 说 你们的案子 实难断清 这样吧 我喊一二 你们谁抢到孩子 就归谁 周里两站的距离相等 皇霸一声令下 两人同时拼命地跑去 一个抓住了孩子的脑袋 一个抓住了孩子的脚 各自一拉 孩子大哭了起来 嫂嫂为了争夺孩子 死命地拉扯 弟妹见孩子大哭 十分地心疼 不觉间便松开了手 坐在地上 掩面而起 皇霸见状 把金堂木一拍 手指那嫂子说道 大胆雕妇 竟敢想人之子 从事招来 嫂子想狡辩 竟要用刑 才讲出了实话 弟妹千万谢 抱着孩子走了 南北朝时 李崇任扬州刺事 骑蜀寿春县的乡名 苟胎刚三岁的儿子失踪了 四处寻不着 后一偶然的机会 见本县赵凤伯之子 正是自己失散的儿子 钱去索还 赵石口否认 说儿子是自己的 二人诉诸县衙 双方都有邻居证明 县令难以决断 转到了周四时 李崇那里 李崇把他们和孩子分三处分压 很长时间也为提问 某日 他分别派人告诉狗胎和赵凤伯 说 你们的儿子 昨晚得机症死了 狗胎听后 哭得死去活来 而赵凤伯听后 只是感叹了几句了事 于是 李崇领出了孩子 把他判给了狗胎 并将赵凤伯问贡后治罪 黄霸和李崇审案 都是用的谋因成阳之术 表面是让人争夺儿子 实际是试探 哪个对儿子有真情 哪个是亲骨肉 因而审亲一案 博得美名 事虽在此 而义却在彼 第二十八数 燃造润湿 就是说 把干湿柴草 一起扔到火堆中 干柴草先被引燃 在地上倒水 水先流到湿的地方 这就是不以泪去的道理 人也是如此 有相同的生活经历 相似的不幸遭遇之人 说话容易说到一起 心也容易想到一起 物极联合 与此相对应 管理惩治这些人 策略便是杀一景百 杀鸡尽猴 江太公辅佐武王 灭伤取得了天下 被封到东夷迎秋 去坍牙夷人 翻魏周世 江太公置其 搜罗贤人 有一贤士 名誉 在其地很有号召力 江太公看中他 拜访数次 礼数用尽 狂御就是避而不见 太公无奈将他抓了起来 斩首示众 周公天说了 写信责备于他 太公父亲说 当今天下一统 四海之内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人人因为周王朝处理 这个狂御不识时务 带头持不合作的态度 若人人效仿如何了的 金江太公这么一杀一下 果然再无人敢自命清高 不语合作了 大凡没位出身低贱的将军 都曾用此数表明过自己的威严 韩信投靠刘邦之后 在萧和力举之下 被任命为大将军 他出身于落魄的贵族 刘邦手下那批大将 都是自持战功捉住 不把他放在眼中 韩信决定 用沙衣勤摆的燃造润尸术 吓唬吓唬那些难逊之人 一日军队操练 约好某师集合 燃千军英盖在武师防盗 英门守卫拦住了他 说道 大将军游令 操戏一开始 不准人进入冲乱了队形 英盖大怒 什么大将军 小人得志 乱是胡卫 还不快去通报 说我监军大人到了 义怀门尉出来 说 请 英盖大摩大摇 于怒未消地上了将军台 韩信大喝一声 传令 忙了 回头问四十官 嫌疑几十 大约五十 又回头问英盖 原令几十几何 英盖并不放于心上 大约某十 韩信对其说道 以身为大将 其不闻 受命之日 则望其家 林军约束 则望其轻 林阵杀敌 则望其身 回头赵司法官问道 与军约会 欺货而至 安罪当何 军法官说 啊 满军之罪 罪当斩首 应该这才慌了神 连忙跪地求饶 韩信对众将士说 群令如山 军法如天 若有犯者 一盖不设 马上传令 斩了引盖 自此之后 刘邦首相那帮人 再也不敢 小瞧韩信了 第二十九竖 众口朔惊 意思是 古人曾经说过 嘴只可以用来吃饭 不可以用来讲话 吃了饭 可以养身体 而话说出去 弄不好 会触犯忌讳 招来灾祸 所以 处是要慎言 另外一方面 舆论能够杀人 俗话说 众人口里 能画金子 就是说 人们传说时 往往会添油加醋 能够把人逼死 在这里 既讲了处事谋略 慎言 也讲到了 治人其谋 用舆论杀人 据历史记载 最早感受到民众舆论可怕的 是周立王 姬胡 姬胡残暴专横 引得国度民众舆论顶沸 赵公告诫他收敛一些 说 老百姓都受不了了 他不但不检点自己 反而勃然大怒 找来一个当地的巫婆 让他监视那些制造舆论的人 巫婆一来报告 他就把人抓起来杀掉 吓得国度民众再也不敢讲话了 在路上碰了面 都用眼睛打招呼 李王得知 十分的高兴 告诉赵公说 怎么样 我能够让那些舆论消灭 赵公劝谏 他一旦绝了口 必定伤好多人 毒气百姓的嘴来 到他们憋不住的时候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所以 治理河水 最有效的措施 是书通河道 治理百姓 也应该让他们讲话 引导他们讲话 从这点出发 天子治理天下 设置许多官吏 收集民间诗歌 以治民情 引导百姓讲话 以知自己政治的得失 不要读老百姓的嘴 而是应当引导他们讲话 李王就是不听 过了不久 老百姓再也憋不住了 起来造反 把周立王流放到了外地 战国时期 魏王和赵王定好了条约 魏王送儿子去赵国做人质 派大臣庞聪陪同 庞聪临走前 对魏王说 大王 如果有一个人向您报告 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 您相信吗 魏王笑了笑 哈哈 不信 老虎怎么会跑到街上呢 庞聪接着说 如果有两个人说 大街上来了一只老虎 您相信吗 魏王答道 两个人都这么说的话 我就半信半疑了 庞聪又说 如果三个人都这么说 您相信吗 魏王点了点头 嗯 三人都这么说的话 我就相信了 庞聪抬告了声音说 老虎不会跑到街上 这谁都知晓 只因为三个人都这么说了 大街上有老虎的谎言 便使人心意为真了 我们离开魏国去赵国 恐怕在背后议论我们的不止三人 请大王务必仔细地考察 魏王笑了笑 说道 啊 我知道了 你放心地去吧 果然 他们走后不久 就有许多人议论起了庞聪 说他的坏话 结果魏王还是相信了 众口的力量 是多么的强大呀 第三十数 取长补短 就是说 智者处事 首先要能够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 看待自己和别人 自己虽属智者 但在所能所虑方面 也会有着处和短处 别人虽属于者 但在所能所虑方面 也会有公处和长处 所谓智者和于者的划分 只是一种综合参数 并非说智者所有方面 都会超过优于于者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 才会在处事 做事中 发现别人的功巧之处 和悠长之处 而在设置计谋中 巧妙借用别人的功巧处 和悠长处 为自己的诚实服务 智者能够做到这些 便会无往而不胜了 古代的政治家 无不千方百计的借用名利 借用别人之利 以成其事 我们先来看一则 和尚巧借名利的例子 江西大宇县境内 有座熊山 山上有一处飞瓦岩 说起飞瓦岩的得名 来源于一则历史故事 相传 和尚们当初在这山上建寺院 需要木材和砖瓦 木料好解决 满山都是大树 可以就近地砍伐 但砖瓦 却需要从山下运上 人手缺少 实在让和尚们犯难 后来一个聪明的和尚 想出了一个主意 先让人把需要的砖瓦堆积在山下 然后四处宣扬 说自己擅长飞瓦 弃屋不用工匠 做起法来 砖瓦便会自动地飞起气号 听到的人半信半疑 都想当面看个究竟 到了预定和尚飞砖瓦那天 山下聚集了几千的观众 见死的和尚扮作佣工的模样 前来条砖瓦上山 观众们为了早一眼看到 和尚飞瓦 都争相帮着搬运砖瓦 人多手快 不一坏的功夫 堆积山下的砖瓦 便被搬到了山上了 搬完了砖瓦 大家都选好了位置 等着看和尚做法 那和尚出来连连失礼 说刚才做法已经完毕 砖瓦已经飞上了山来 大家一听被戏弄了 虽然有些不快 但都佩服和尚的智慧 这件事传扬了开去 人们便把此地命名为 飞瓦岩 宋朝明将仲石横 做免池县令时 也使用过此树 免池城边有座山 山上也有座破庙 仲石横依据民众的要求 拨款修缮此庙 一印的材料准备完毕 只是有根巨粮十分的沉重 施工工匠们 无法把它抬于山上 仲石横闻听心生一气 他们几个身高力壮的牙翼 剪断了头发 照当时摔跤人的装束 打扮了起来 让他们从闹市穿过 大声宣扬 自己要到山上庙里 比赛摔跤 仲石横跟在他们的后边 大伙一看 连县老爷也跟着去看 心想着摔跤 一定精彩 于是 争相地跟随了上来 大队人马来到了山下 忠实横传令 摔跤者 需先把山下的大梁扛上 才允许在庙里比赛 观众们一听 未早些看到摔跤比赛 争相帮助摔跤手们 往山上抬梁 人多力量大 大梁轻而易举 便被抬到了庙前 然后大家坐下来 观看摔跤 依据曲昌不断说的精神 在处事中 除了要借助别人的人力之外 还可以借助物力 智者所作 往往是物尽其用 让手中的物 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其中 常常包括别人 发现不了的效能 操虫称相的故事 就是一则快指人口的历史故事 曹操为了测验陈下的智慧 让他们设法称一下 一头大象的重量 陈下说 有造语感大秤的 又说 临搁了之后 分头称后加起来 这些都是曹操 摇头皱眉 这时 年幼的曹冲献上了一记 使曹操 眉开眼笑 于是 以曹操之计 将大象牵到了一只船上 记下了吃水的深度 牵下象来 装上石头 指同样的吃水度 再把石头一块块 撑中后加起 这样便得出了大象 实际的重量了 这种巧节物力的计谋 确实令人叫绝 没有灵活的头脑 是难以设计出的 宋神宗悉尼年间 也发生了一件 类似的巧节物力的故事 某年 在虽阳境内 开挖遍堤 冲击于田 可是由于上游连日大雨 遍水突然暴涨 大水助治 堤坝开口处 发生了连锁反应 把遍堤冲垮了一大段 河水越来越汹涌 绝口越堵越大 眼看就要发生灾难了 前来指挥堵地的都水城 侯书县 心中十分的着急 后来他发现 上游几十里处 有一座废弃的古城 于是临起一动 马上派人在古城处 挖开了便滴 滴水旧式 向古城中侵去 下游水势减缓之后 侯书县命人 抓紧时机 多滴加固 第二日 古城灌满之后 便水又向下游奔涌 可这个时候 缺口已经堵好 加固完毕了 侯书县又命人 来堵住古城处挖开的口子 由于口子内外 水位一般高 很容易就修好了 把废弃不用的古城 揭为泄洪区 开创了治水史上 分红强险的先例 窍戒人力 巧用物力的取长不断数 有时往往表现为统筹学的问题 宋真宗大中降服年间 京都皇宫着火被毁 去重新建设修器 又建议大夫 全三司室丁卫负责此事 皇上献其井 而挖土烧砖瓦 运送材料 外运旧皇室垃圾 却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 会拖延工期 这怎么办呢 丁卫一语鬼谷子中 取长补短数 设计了一套 三连环的 取补方案 他先命人 将通往皇宫的大街 挖成河沟 把土取出 烧砖烧瓦 又把关堤挖开 将汴水注入这条沟中 编起木筏 来运送砖瓦 木石等建筑材料 等皇宫建完 又命人排干了大锅中的水 将建筑垃圾和旧皇室的垃圾 统统运入了沟中填平 修成了街道 这样 不但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还提前完成了任务 这则故事 常常为当代的决策家引用 第三十一属 多变不变 在辩论中 与别人交谈 往往话题很多 设计的范围很广 做起事来 依据实际环境的改变 也会使事情发生 各种各样的变化 智者的可贵之处 在于无论言辞 如何变化 事态怎样的改变 他都能够恪守一个主旨 遵循一条既定的方针 去说变交谈 去处理各种的事端 说话是 只有做到这一点 才能够变无不胜 事无不成 说服对方 控制对手 由此而论 智者立身处事的可贵之处 在于自己的智识 不迷惘 俗话说 你有千条妙计 我有一定之规 以不变应多变 应万变 你就能够无望而不胜 南北朝时 南西流坛 担任长沙太守 当时 史心内使 王森杰 骑兵造反 自称 香州刺事 引兵直系长沙 长沙城中 有一叫做 中玄兆的 准备做 王森杰的内应 预计在第二天起事 密探侦察到了此事 告诉了刘坛 刘坛故意装作毫不知晓 照常处理政务 到了晚上 刘坛由于大开城门 迷惑中玄兆 他果然心存一点 以为被发掘 故 没敢当夜动手 天明之后 又去找刘坛闲谈 将探出点口风 刘坛一边与他周旋 长时间的扯谈 一边派人去他家中搜查 果然搜出了 司徒王森杰的证据 包括阴谋座内应的通信 刘坛拿到了证据 当场审问中选招 他只得招供 刘坛将他斩首于世曹 巩固了长沙的防守 劳卧之动权 是实施多变不变的 关键所在 南极大将鲁康作 率兵攻打北魏 两军隔阂 摆开了阵营 北魏将领傅永生 告诫不暇说 南极兵作战时 苏号偷袭地方的营寨 今晚他们 必度怀来偷袭我们 我们要如此如此 他把部队分成了两队 大队埋伏在营寨之外 小队人马到河边 准备点起火堆 当晚 卢康作果然率兵来袭 过河前 他们预先在潜水可射出的岸上 点起了火堆 以作为返回时的路标 过河扑向北魏大营 结果扑了一个空 自知重计 急忙撤退 却中了埋伏 直被杀得 狼狈逃窜 逃至了淮河的岸边 傅永生派出的小谷部队 早在深水岸边 也点起了火堆 鲁康作的兵将 分不清哪里是潜水处 哪里是深水处 匆忙间设河逃命 又被淹死了不少 第三十二数 阴性是人 就是说 对付不同类型的人 应该使用不同的手段 对于那些天天琢磨别人的意向 唯恐得罪人的人 就应该用恐吓的手段对付 说这么做 某某人会不高兴 那么做 某某人会有意见 在他惶惶无所适从之际 让他按照我们的心意 按我们的意向去做 去处理问题 而对于那些志士甚高 无方自上的人 则可以使用动气根基的手段 把准他赖自高 赖自尺的地方 专门攻击 贬低 从而动摇他的信心 动摇他的自高的基础 让他从自我感觉前途光明 转向自我感觉前途暗淡 这时 我们再用我们的主张 打算去说服于他 叫他按照我们的意向行事 对于那些 喜欢在危案之中 搞小动作 做手脚之人 我们可用 政治的手段对付他 说要把他的小动作 见不得人的勾当 公布于众 使之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 亮相于大庭广众之前 这样便可以把他下得 扶手贴耳 听命于我们了 大唐的时候 姚崇和张说 同朝伟相 但两人正见不知 积怨太深 姚崇身体不好 患了重病 自觉快不行了 怕自己死了之后 张说会罗知罪名 诽谤自己 并因此 祸及子孙 十分的担忧 苦思两策 他想起了鬼谷子中 讲的阴性是人数 决定利用张说的贪婪本性 来对付于他 好为自己的子孙 留条活路 书一已定 便把儿子叫到床前 说道 张丞相一向与我不合 我死之后 恐怕会对你们下毒手 此人贪得无厌 信号奢侈 尤其喜欢配饰 语气 我死之后 出于礼仪 他肯定会来吊咽 你们预先把我平生收藏的玉器 配是摆在临床之前 如果他连看也不看一眼 这一下就完了 如果他留意这个 你们马上把我好送去 顺便让他撰写碑文 写碑文时 出于礼貌 他肯定会写些赞扬的话 他写好之后 马上取来 面成皇上 并赶快刻于碑上 便可高枕无忧了 他死之后 张说果然来吊咽 看到临床前摆放的配饰 玉器 果然频频地注目 姚崇的儿子们 马上尽数给张说 送到了府上 并顺时邀请其 书写碑文 张说建了宝物 喜笑颜开 答应了下来 姚崇的儿子们取道碑文 召父亲所主 马上进称皇上 并且赶渴碑文 等张说从喜得宝物 那股高兴见 醒过来的时候 才发觉 在姚崇的碑文中 写了那么多的好话 有点不识味道 马上派人索回 去的人回来说 姚崇的儿子们 已经将碑文 尽成了皇上 必刻在了石碑之上了 张说这才悔恨 哎呀 活着的张说 被死的姚崇算计了 有意思的是 王安石曾经因为太太的洁癖 而整治过她 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 变法革新 女遭挫折 终于辞去了宰相的职务 在江宁隐区 王安石 有位景明氏之风 不修蝙蝠 不识修饰 很少洗澡 而她的夫人吴氏 却喜爱整洁 干净非常 因此 常常发生矛盾 直闹得两人分闯而诉 分食而眠 王安石 辞官退居 所有官用之物都已奉还 只有一张藤床 因吴夫人十分的喜爱 一直未还 一日 官家又来追还藤床 可全府上下 谁也不敢跟吴夫人讲 怕她大吵大闹 王安石知道之后 什么话也没有说 只是脱了外衫 躺到了吴夫人的藤床上 并抓了抓身上的狮子 咬得咯咯直响 吴夫人看到 听到之后 二话没说 忙打发人 把藤床给抬走了 齐景宫时 燕英伟相 齐国有三位历士 明 公孙街 田开江 谷叶子 武艺高强 意气飞长 三人抱成一团 齐景宫害怕 如此下去 久了会出事 找燕英商量对策 燕英说 这个容易 就用他们的意气 来整治他们 于是设下了计谋 第二日 宫中传出旨意 让三历士进宫 品尝心桃 三历士进宫 见到景宫燕子 宜等在了那里 齐岸之上 放着四个大桃 秦宫说 咱们今天论宫十桃 他先拿了一个 燕英是国相 也拿了一个 齐岸上 只剩下了两个桃子了 公孙街抢上钱 说 我曾经跟着国相去打猎 杀死过一只大野猪 和刚生了仔的凶猛老虎 把他们献给了国君 这样的功劳 当然可以吃逃 说完便拿了一个 田开江说 我曾两次冲锋陷阵杀退敌军 这样的功劳 当然也可以吃逃了 说完也拿了一个 古叶子说 我曾跟国君到黄河边寻守 一只老猿 叼住了驾车的马 把国君的车 拖到了河里 我跳到水中 徒手跟老猿搏斗 终于杀死了他 当我左手抓着马踪 右手提着老猿 从水中跃出时 人们都以为我是河神呢 像我这样的功劳 当然可以吃逃了 你们两位 还不赶快把桃子给我 说完 扒出了剑来 公孙街 天开江说 我们比不上您勇敢 功劳也比不上您大 和您也不知谦让 抢了桃子 真是贪婪 到了这个地步 还不自杀 真不算英雄 说完 奉上了桃子 拔剑自杀了 古叶子一看傻了眼 说 两人都为桃子死了 我却活着 还有什么脸面 坐着不仁不义的胆小鬼呢 说完 也自杀了 进攻把他们 葬于大城南门外 荡阴里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二桃杀三世的故事 后人看不惯此事 曾经坐实论约 不出其城里 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 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中 天江古叶子 力能排南山 闻能绝地里 一朝被谗言 二桃杀三世 谁能为此谋 相国其燕子 燕莹在齐国 做了不少好事 唯独这一件事 很不光彩 令后人非议 第三十三述 三步至君 就是说 对付君主 对付强者时 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 扶而应之 对君主 对强者 随身附和 应之若想 因而取得君王 取得强者的好感和信任 第二步 勇而色之 取得君主 强者的信任和重用 攫取了朝廷大权之后 就设法拥毙君主和强者 阻断隔绝他们与其他成熟的联系 让他唯我之际使闻 唯我消息使听 第三步 乱而祸之 阻隔君主和强者 与其他人的联系之后 我们便设计 祸乱于他 制造假象 报告假情报 迷惑于他 迷乱他的心思 让他不知不觉 按我们的计谋 按我们的设计步骤 发号施令 处理 本因属于他处理的事物 这样三步之后 这位君主 这位强者 便成为了我们的傀儡 我们的大言人 掌握实权的是我们 我们就可以做个 不在位的君主 做个真真正正的强者 指鹿为马的故事 大家都熟悉 指鹿为马事件的制造者 赵高 就曾用此术 制服了秦二世胡亥 从而独揽了秦王朝的大权 秦始皇初旬 病死途中 宦官赵高 要挟丞相李斯 改遗诏 杀公子扶苏 立少子胡亥之后 便是斩起了三步之君术来 第一步 他先顺从秦二世 皇帝胡亥之语 怂恿其求长生 终生寿 第二步 怂恿二世胡亥 诸敬群公子及各功臣 并告诉二世皇帝 隐身居捡出 少见群臣 以防话多失口 给臣辽抓住了口识 损害了皇帝的威严 从而阻断了胡亥 和外边的联系 第三步 直路为马 试探群臣 朱杀忠良 祸乱二世 一天 他把一头鹿 迁到了朝廷上 报告说 有人见来千里马 胡亥笑了笑 哼 这不是一头鹿吗 召告说 错了 这是一匹千里马 不幸 您问问群臣 吓得朝中那些胆小之辈 恶语之徒 赶忙说是千里马 直说的胡亥也迷惑了起来 以为自己知识面窄 不知真的千里马 只有几个中职知识看不惯 说是路 不久 赵高便设计 把他们通通的除掉了 这样 赵高便毒烂了朝中大权 胡亥成为了他的傀儡 经过了这么一番的折腾 秦王朝不久之后 就灭亡了 战国时期 楚国王后叫做郑秀 美丽聪明 而又狠毒 怀王对她十分的宠爱 可是 某年为国为讨好楚国 又给怀王送来一位 更加年轻 漂亮的女子 夺取了郑秀之宠 郑秀恨得咬牙切齿 决定用计除去死女 夺回宠爱 她不像一般女人那样 找丈夫大吵大闹 解决问题 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新人来了之后 怀王对郑秀有点冷落 又怕郑秀心怀怨言 对新人疤难 让她为难 但郑秀好思一点也不放于心上 安排新人在最好的宫室居住 给新人作与自己同样的衣服 分给新人最好的首饰 怀王健壮 对郑秀更加的信任 觉得她是一位大度善良的女人 新人也很是感激 于是对郑秀的戒心也就放了下来了 认为她是个大好人 在怀王身边多年 深得怀王的喜爱 应该多向她学习 郑秀见把两人迷惑住后 便施展了第二步迷乱之际 一天她告诉新人 大王对您太好了 只是夸您漂亮 不过 哦 不过什么 新人急切地问 哎呀 算了吧 一点小毛病 郑秀假装欲言又止 啊 不 请您告诉我 新人为了避雨无暇 缠着郑秀哀求 郑秀看似周无人 便压低了声音 大王只是嫌弃您的鼻子 稍微尖了一些 哦 那怎么办呢 新人忧虑地说道 郑秀笑了笑 装作轻松地说 这个容易 您再见大王 就把鼻子掩起来 这样既掩饰了不足 又表现得含蓄 多好啊 不过嘛 郑秀顿了顿 又看了眼四周 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呀 别告诉大王 是我出的主意 大王这人最讨厌 别人传话了 新人感激地点头说 啊 这您就放心好了 从此以后 新人见了怀王 便以秀眼逼 怀王大惑不解 追问原因 新人笑而不语 怀王更加的疑惑 某日见了郑秀 便问原因 郑秀假装迟疑了一下 说 大王 您别生气 这个吗 我讲 怀王 怀王性情暴躁 急着催促 拯救又装着迟疑李帆 才说 他说 您身上有一股 让他厌恶的气味 鼻子嗅到 便觉得难受 岂有此理 怀王气得一拍桌子 哼 我身上有味道 让他觉得难闻 那把鼻子割了 就不难受了 来人 怀王拖长了声音高喊 去把那艰难的鼻子割下来 新人容貌被毁 自然失宠 郑秀的目的就此达到了 郑秀的第一步 用毫不嫉妒的假象 迷惑了怀王和新人 为第二部诗迹 搭下基础 第二部 又假出主意 迷惑住新人 用假解释 迷惑住怀王 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奸臣可用此数残害忠良 忠臣也可以用此数 迷惑君主而免惑 西汉文帝时 大臣袁昂正是能干 忠言敢见 因而招致了掌权宦官 照谈的记恨 常在文帝身边侍奉的时机 诋毁袁昂 袁昂为此十分的忧虑 苦思两侧 其侄子袁种 给他出了一个 假象霍乱之计 袁昂照起而行 某日 文帝到东宫 拜见皇太后 照谈陪坐车上侍奉 袁昂健壮 马上跪在车前拦住 说道 陈文和与天子同车的 都是天下豪杰之事 如今我大汉 虽缺人才 陛下也不应 和宦官建臣同车呀 文帝听 哈哈大笑 并未当一回事 于是叫照谈下车 照谈当众下辱 哭着下车去了 从此之后 樊兆潭 再说袁昂的坏话 文帝都认为是报复 便不再那么听信了 袁昂就这样 用常人 受人侮辱 必定报复的思维定时 去迷惑汉文帝 除去了一个给自己 敬禅言的隐患 第三十四数 欲去顾纵 就是说 要想使敌手离开这里 不是先批评他 教育他 而是纵容他 让他犯错 等他的错误越翻越大 无法改正 无法弥补的时候 突然对他发起攻击 使他无法招架 从而打倒他 排挤他出去 清朝末年 匈奴禅于莫独 灭东湖用的 就是欲去顾纵之计 莫独杀父子李之后 强盛的邻国东湖 派人前来索取莫独父亲的 坐骑千里马 莫独立牌众议 把宝马送给了东湖 东湖觉得这位心里的蝉鱼 软弱可欺 不久 又派人索要莫独的一位爱妾 莫独又不顾重臣的反对 把爱妾送往了东湖 东湖觉得莫独 简直不值一提 于是放松了对匈奴的戒备 过了不久 东湖贪得无厌 又向莫独索要领土 莫独看时机成熟 拒绝了东湖的无理要求 并马上率兵攻击东湖 东湖硬放松了警惕 结果被匈奴一举攻灭 莫独想除掉东湖这个身边强敌 所以故意装出胆怯的样子 一次次满足东湖的勒索 先纵容他 等他放松警惕之后 然后突然袭击 一举情而致之 春秋初年 郑武功去世之后 太子武升继位 便是郑庄公 郑庄公出生时 脚在先头在后 使母亲江武受到惊吓 所以从小便讨厌于他 长大之后 也没有改变这种感情 江武喜爱的是自己的小儿子 及郑庄公的弟弟 贡书段 郑武功在世时 江武请求立贡书段为太子 让他长大之后继承军委 但那个时代 等其观念还是很浓厚的 都是立长子为太子 所以郑武功没有答应此事 仍旧让武升做太子 继承军委 对于此事 江武一直心怀不满 郑庄公的心里也明白 所以他与母亲江武 弟弟贡书段存有矛盾 武功一死 庄公即位 这种矛盾更加的突出了 郑庄公一心想除掉 弟弟贡书段 以解心头吃患 武功死后 贡书段母子俩 加强了幕后活动 妄图培植势力 以武力多取军委 让庄公下台 先是江武以母亲的身份 为贡书段请求封地 让庄公把一个叫做京城的地方 封给了贡书段 贡书段先在那里 扩大成义 增修成墙 使自己的成义 比庄公的都城还大 还要牢固 因而引起了郑国大臣的议论 一位叫做冀中的大臣 对庄公说 京城修得那么大 超过了规定了 将来必定对您不利 庄公故意说 我母亲让他这样做的 我也没什么办法 不仁不义的事情做多了 自然自己会倒台 你就等着瞧吧 过了不久 贡书段又私自扩大封地 命令自己封地附近的诚意 都听从他的指挥 大夫公子吕 又出面劝庄公 极早地下手制止 庄公还是没有答应 公书段看到庄公没有反击 便越来越胆大妄为 吞吸了军粮 修缮了武器装备 扩充了步兵 车兵 并与住在都城的母亲 约定了日期 让母亲作为内应 准备一举攻下都城 消灭郑庄公 郑国群臣得到了消息之后 都是一份填音 郑庄公这才说 时机成熟了 于是先发制人 提前派公子旅 率领两百辆的战车 去攻打京城 使供书段措手不及 乱了阵脚 又开展宣传 向京城的兵士居民 宣传供书段 违背祖训 妄图篡位 准备武力造反的罪行 使京城的人纷纷地倒戈 逼得供书段 抛到了烟地 郑庄公穷扣猛追 又率兵攻打到了烟地 终于逼得供书段 逃到了供国 郑庄公返回头 又把江武软禁在了尹城 因而出去了心头大患 巩固了自己的政权 第三十五书 阴道取阳 就是说 为人处事 要在暗中做手脚 看到这人喜欢什么 我们就顺从他喜欢的话去说 顺着他喜欢的事去做 看到这人厌恶什么 忌讳什么 我们就避开他的忌讳不说 避开他厌恶的事不做 这样 这人会觉得 我们是他的知心人 便会把我们引为知己 碰上事情 就会多和我们说话 替我们处理 我们便多了一个朋友 在社会上多了一条路 这就叫做 按利用功夫 明里得报答 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上曾经出现了一批世人 他们没有世袭支持 无足无上的一夜 却偏偏掩红那些全是富贵 于是 一些有头脑的政治家 并因其所好而做手脚 投其所好 争取世人 让他们为自己卖命 著名的战国四公子 就是这样一批 深暗阴道取杨术的政治家 他们收买世人的手段 不外乎两种 一种是给吃给喝 满足其物质要求 一种是卑躬屈翼 满足他们的虚荣心 战国四公子中 罪负盛名的为齐国公子 孟长君填文 他寄养门下之士 号称三千余人 有一质变之士 名曰冯宣 贫乏不能自存自利 于是托人引荐 与头于孟长君的门下 字眼无特长 无权术 所以被列为下等的食客 让他吃粗略的饭菜 过了几天 冯宣有意敲着自己的长剑 唱道 长剑啊 怎么还是回家去吧 吃饭时 连鱼肉也没有 孟长君听到此歌 满足了他的要求 让他同中等门客 一样的吃鱼吃肉 过了几天 又听这位诗人 敲着他的长剑唱道 长剑啊长剑 怎么还是回家去吧 出门连个车也没有 孟长君听到了 让他同上等门客一样 出门 有专门的马车 又过了几天 冯宣又敲着长剑唱道 长剑啊长剑 怎么还是回家去吧 在这儿 没办法养家糊口 所有人都认为 他贪得无厌 十分的讨厌于他 孟长君 还是派人打听到 他有老母 于是按时给这位老人家 送些柴米 冯宣这才不谈剑而割了 孟长君 就是这样屈心下意的 收买这位自言无能的世人 满足了他吃好饭 乘好车 养家糊口的物质要求 从而使他尽心竭力地 为自己卖命 其后 冯宣用自己的才智 变术 变才 为孟长君 造下了三个安神之处 使孟长君 在齐国霸祥之后 有了去处 不久之后 又是齐王惧怕他国照用田文 而恢复了他的相位 孟长君 用阴道曲阳术 收卖了冯宣 投其所好 满足其物质要求 终于使自身得到了好处 姓林君 名无忌 为赵王之子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 评价他能够以富贵下贫贱 贤能趋于不消 主要是针对他 对待一门报官者的态度而言 姓林君听说 侯淫是一位贤者 便前去与之交往 末日 姓林君在府中摆下了盛宴 邀请众位宾客坐定 空下上座 亲自带着马车 去城门之外 请侯淫过来赴宴 侯淫穿着旧衣裳 戴着破帽子 来到了车上 也不谦让 就一屁股坐在了上座 姓林君亲自为他赶马 表现得恭恭敬敬的 侯淫又说 我有个朋友是屠夫 我想先见他一面 再去赴宴 你赶车绕道去一下吧 姓林君满口地答应 赶着马车 载着侯淫从闹室穿过 去见那位屠夫 并表现得一点也不恼怒 对侯淫仍是恭恭敬敬 到了宴会之上 又请侯淫坐在上座 自己坐于下座 这就是侯淫出了风头 抬高了身价 满足了欲望 于是侯淫在秦军围照 邯郸 为公自姓林君 窃服旧照中 为姓林君出谋划策 并最终自问 为姓林君送行 姓林君 琢磨透了侯淫之所好 想出人头地 抬高自己的地位 从而顺从其所好 终于收买的这位世人 为自己出谋划策 推荐杀手 并献出了自身的姓名 顺人之意 迎合别人的心愿 去提前坐下手脚 为自己留条后路 多个朋友 是足智多谋权势之术 常用的计量 宁武宗正德年间 宁王朱成好谋反 很快就被王属人请获 可武宗本亦有意亲自征伐 依显示其武功 名垂轻实 所以对王属人此举 并不高兴 再加上 武宗宠臣江兵 张忠等人 对王属人心怀成见 务实地就敬起去谗言 故王属人十分的担忧 事过不久 武宗有两名心腹太监 到王属人驻地 浙江公干 王属人亲自出面 招待两人 并在有名的镇海楼 宴请两位太监 久之半寒 王属人让手下人 撤去了上下楼的木梯 并退了左右 然后取出两箱子书信 给两位太监看 太监们一番 原来是缴获的宫中太监 包括他们两人 与朱成豪的来往书信 其中不乏通风报信的词句 两人见后大惊 心想 家二哥 非掉脑袋不可了 王属人把这些 乘给皇上 我们还有命在吗 于是 脸色蜡黄 抽着王属人 王属人 却是哈哈大笑 把两箱的书信 全送给了两位太监 两位太监 当然是感激不尽了 自此回宫之后 明里暗里 替王属人 说起了好话 后来 王属人终能够逃脱江兵 张忠等政敌的陷海 和吴宗的猜忌 全靠这两位太监 从中周旋维护 这就是 阴道取阳权魔术的效力 第三十六书 智者贵阴 就是说 圣智之人做事的措施 外软而内应 暗用功夫 而愚蠢之人做事的措施 却是外应而内软 扎扎乎乎 没有实际的内容 没有为人的招数 所以说 智者处事 在于暗中使用手段 在于想出一些 使用一些别人不能知道 不能发现的招数 去处理事情 去对付别人 荆州杨云才 功于心计 善用巧数 在荆州办了一些巧事 备受称道 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 是他设法暗增 城墙的高度 这一年 荆州成拓展改建 钱量用度都已经计算完毕 专事的来源已然定好 然而 朝廷传下了公文 要求城墙的高度 再增加粮食 负责此项工程的官吏 去找太守寝室 要求再增加钱量凯支 杨云才听后 对太守说 此事不用增加凯支 一切包在我的身上 我能够让城墙增高 太守 诉知杨云才 知谋过人 便命他自行方便 第二日 杨云才来到了 烧纸砖瓦的工厂 问工头 纸砖模子 制作好了没有啊 工头忙说好了 拿来杨云才看过 杨云才一凉 假装大怒 把模子摔在了地上 说道 这样的模子 支除的砖 能用来建城墙吗 当场下令 把所有的砖模 全部都毁掉 而使用自己 让手下人运来的砖模 工头看了一下 杨云才的砖模 与自己原来制作的砖模 没什么两样 心中感到委屈 但那时 官打压死人 所以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过照办 等到城墙 按照原设计的层数 建好之后 一凉 正好比原来预计的 增高了两尺 太守等人 大获不解 问杨云才 使用了什么计谋 杨云才笑了笑 说 我设计的砖模 比工厂原来的砖模 厚了两分 一般人是看不出的 砖厚了 还照原层数 起起来 不就高了吗 大家一听 佩服得不得了 杨云才 在使用智模的同时 还略施了一点 小小的隐蔽手段 隐蔽手段 使用得巧妙 于是 驻其成事 宋人宗 黄又年间 广元捉笼之高 起兵造反 攻绕益州 恒州 广州 声势浩大 宋军屡屡的进脚 皆是失败 这时候 能征冠战的大将军 书密副使 狄青 自寝出战 皇上封他为宣服使 统领岭南的竹军 争较 农志高 大军进发到桂林一带时 道路艰险 异中埋伏 加上宋军 又屡遭失败 故世尊们心中惶惑 士气非常地低落 急不宜行军作战 狄青看在了眼里 心胜一计 岭南一带 当时十分迷信鬼神 做任何事情 都要占卜 问鬼神的遗志 那些当地的宋军士兵 也都相信这个 一天 到一空阔的地带 狄青当着数万军士的面 对天设相暗助导 取百枚铜钱鱼手 祷告说 若此次进脚大截的话 当令这百枚铜钱 全是前面朝上 当时用的铜钱 只一面有字 称为前面 百枚铜钱 全部前面朝上 在概率中 只有很小很小的可能 所以 所有之人急忙地劝谏 哎呀 大将军甚重啊 倘若万一不尽人意 会丧失军心的 狄青不听 执意地撒钱 数万的军士 也知道这种可能性 非常地低小 没有神灵护友 不可能出现奇迹的 过得这一关系自己性命前途的行动 十分地关注 屏住了呼吸 盯着细看 只见狄青口中念念有词 将百枚铜钱 抛上了天空 等落地后 众人仔细地看去 果然是全部前面朝上 顿时 万种欢腾 欢呼声震耳欲聋 士气大震 狄青 一名人取来摆一只大铁钉 将那百枚铜钱钉在了地上 外见小屋保护起来 门上贴上了封条 狄青许愿 带得胜归来 当取下铜钱 祭谢天神 于是 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发 夜渡昆仑关 大破弄之高 回事撒钱处 狄青让辽鼠们 取下铜钱一看 原来使用的是一种 两面都是前面的铜钱 狄青就是如此 暗中用手段激发了士气 第三十七竖 为事贵制 就是说 智者做事 善于动脑筋 想办法 故其事已成 而不智者做事 不善于动脑 不善于想办法 声答应上 故其事难成 从这一点出发去看一个国家 若不智者掌权 便很快就会面临危机 很快就会灭亡 无论谁 也难以阻止 如此的危机和灭亡 所以说 处理任何事情 都贵在 运用至谋 明朝正统年间 皇宫里准备粉刷 会式宫殿 去牛皮交 万语经 朝廷派人 传指江南 限期购买 诉讼金师 催得十万货鸡 当时 巡抚江南的公布 右侍郎 周成 静静面军 半路上碰到了 在江南传指的使者 使者说 皇宫中 急用扭胶 望周成 返回去 一通催办 否则 怕过了期限 皇上怪罪下来 那有些吃不消 周成问明情况 对使者说 你慢慢去江南传指 不用急催 我到金师 自有法子 来到了金师 公事办完 周成又上了一道奏章 说 金正福库 所存牛皮 一年岁长久 早已腐朽不堪用了 可以用来煎熬牛骄 但江南正来牛皮 再重复库 皇上一天大喜 如此一来 既旧了皇宫中 粉饰之其用 还可以将 库中旧牛皮 换成新的 真是一句两得 而江南人民 也免受脊髓 活逼之苦 可以从容地交纳 这就是 智者巧患勿用的故事 明朝宣德年间 交职反叛 朝廷派大军征脚 某日 几十万大军路过了江陵 急需几百架的火炉和炉架 当夜烤火用 稀切之间 哪来着几百只的火炉呢 江陵县令张开一派闹 气上心来 船令凑齐方木桌子 令工匠将木桌腿拒挨 桌子中间 遭上一栋 放上一个铁锅 便成为了 有架子的火炉了 军队同帅大喜 又领张开 急忙办一千只马槽 张开召集财奔和妇女 用后面布 缝成了马槽形 四脚拴上了绳子 吊在了四个木桩之上 便形成了马槽 不用时 卷起带走 意识方便 同帅一剑 大喜过往 尚本为张开寝宫 自此之后 骑兵出征 都用这种方便的马槽了 智者 不但可以借物理 换物用 还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 免遭强人的凌辱 元朝末年 各地骑军 风起云涌 历来称作 兵家必争之地的扬州 便成为了拉锯地带 今日这股人马杀到 明日内国人马打来 翻来覆去 人民大受其苦 而那些软弱的女子 便成为了散兵游泳寻找 欺辱的对象 这天 一位叫陈翠的扬州女子 从城里逃了出来 遇到乡下 投靠亲戚 躲避战乱 行驶乡间 在河边大路上走 遇到小姐 故到隐蔽人少处 正巧碰上了 一援军的使兵 使兵见到一年轻貌美的女子 大喜过往 扑江上来 欲试暴力 陈翠还四十周 远近无人 难以呼救 其中生智 反而自己脱了衣服 笑脸相迎 远近使兵十分的高兴 忙扑了上来 陈翠笑道 急什么 脱光了再说呀 使兵脱光 两人抱在一处 陈翠趁其不备 一用镜 抱紧使兵 滚下了河堤 扑通一声 落入了河里 远人都不会游泳 这使兵落水之后 急忙在河里挣扎 而南方人男女老少 大多都会游泳 陈翠施展了自己的水中功夫 将那士兵 灌了个半死 上岸后取过士兵的刀 砍下了士兵的头颅 然后扬长而去 第三十八数 积弱为强 就是说 世间万物中 柔弱的东西 往往是最具生命力的 正如老子所说 人之生也柔弱 其之死也坚强 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之死也枯高 故坚强者 死之徒 柔弱者 生之徒 这其中包含了许多深刻的辩证思想 在社会事件 政治斗争中 暂时处于劣势的弱者 只要善于思考用计 善于调动内部的积极因素 去历经图治 发展壮大自己 就会从弱变强 战胜对手 弱者在处于弱势时 要用软手段 必要时得低声下气 正所谓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民神宗时 郑贵妃得宠 她勾结太监 谋划让神宗皇帝 策立自己的生子 朱长群为太子 可是 朝天大臣们 依照立嫡长子的冠礼力争 终于是神宗立长 朱长鲁为太子 朱长群被封为福王 但郑贵妃宠师不见 朱长群一留在京城 不复封地 东宫太子 却是势单力薄 滋用溃乏 明显处于弱势 后来 经朝臣力争 福王朱长群 终于离开了京城 去了封地洛阳 郑贵妃 倾其所有相送 珠宝玉器等 装大小箱无数 这时候 某些阿谀之臣 见朱长群离京 东宫太子势力将要强盛 并想借积一赋予太子 将押送队伍中 最获十项的财宝扣下 送到了太子东宫门前 王安稳之 忙告诫太子 此非太子所依为之事 万不可因此 惹怒了郑贵妃呀 并让人从东宫中 找来石枝和节流的箱子 相同是样的箱子 装上财物 连同那十只箱子 一同送到了父王那里 并告诉郑贵妃 刚才把箱子 停在了东宫门口 是想仿照其样式 选择赠礼的箱子 郑贵妃听后 十分的高兴 神宗也是非常的欢喜 由于朱长洛 运用了肌肉为强术 注意在弱时 用软手段 所以最终顺利登上了皇位 他便是后来的光宗皇帝 处于弱势时 不但要用软手段 有时候还必须忍辱负重 含冤受屈 以成大业 万不可因小师大 一时一期用时 误了大事 汉处名将韩信 早年家境贫寒 又缺乏谋生的手段 依靠别人的施舍度日 但仍身带常见 读书学习 以求大展宏图 他的这种做法 为识人所不解 那帮地痞流氓 更是看不惯 他这一副 穷酸清高的样子 长照茬儿 侮辱于他 一日 他在大街上行走 碰见一青年屠夫 迎面撞来 当众高喊 喂 韩信 你白长了个大高个儿吗 可骨子里头 却胆小如鼠 韩信没有理他 他更得意了起来 当着围过来的观看众人之面 大叫 不是吗 你若不胆小怕尸 就拔剑出来杀了我呀 你若不敢这么做 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这样的侮辱 确实叫人难以接受 可韩信审慎了那屠夫一会儿 竟真的慢慢地 从他的胯下 爬了过去 围观之人 都是哈哈大笑 后来 韩信帮刘邦夺取了天下 依井还乡之时 把那屠夫找了过来 非但没有责备他 反认他为捕盗贼的中尉 韩信把受辱的经过 讲给了手下将士们听后 说道 我当时也可以把他杀了 但成一时之强 哪里会有今日呢 第三十九术 成事武术 就是说 圣誓之人处理事物时 会依据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的策略措施 有些事情道理分明 真理在自己的这边 可用大张旗鼓的表面手段去处理 有些事情 并非理智气壮 有难言之隐 就应该暗中做手脚去处理 有些事情 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解决 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 这一时就应与别人定理盟约 靠信誉的力量 促使盟友帮自己处理此事 有些事情 不宜公开 或者全部的公开 就连对参与歧视的某些人 也不宜把底细透出 这一时候 就要用隐瞒的手段去解决 有些事情在处理中 要借助别人的思维定势 让他按常规方式去做 去提防你 而你却打破常规 一番往常做法 出奇之胜 取得成功 当真理在你一方时 你可用杨德手法解决问题 理直气壮 公开的斥责 公元前五百年下 鲁定公和习近公 在甲骨相会 鲁国有孔秋相礼 会盟之前 黎明对习近公说 孔秋是个文人 直懂得理 而缺乏霸气 如果派当地的来义人 用武力威胁鲁军 一定可以如愿以偿 齐景公听了他的计谋 会盟时 让当地的来义人 上场手持武器 表演原始的武力舞蹈 孔秋看出了奇国的目的 站出来 斥则气候说道 战事 应该用到战场之上 两国君主会盟 让疑人表演这样的武道 扰乱会盟 应用以何在 再说 一族人 不能缴获华夏人的事 无力不能逼迫友好 否则 神灵边不能保佑 德行道义 便会丧失 这不是明君的做法 齐景公听后 无言以对 只好让来一人走开 这就是一则 用公开手段 处理问题的例子 杨德树还有一种含义 即在公开场合做手脚 从而达到暗中的目的 东汉环帝时 宦官张让把持朝政 全秦朝野 很多达官贵人 都争相了八戒与他 有位叫做孟陀的富商 来到了金师 打听到张府之上 有位主持家务的管家 很得张让的信任 悟有不少人走他的门路 孟陀设法与他交往 将自己带来的全部金银珠宝 都花在了他的身上 使这位管家很过意不去 管家便问孟陀 有什么事情需要让自己处理 到时候一定尽力 孟陀说 我别无他求 只希望您在人多时 对我一败 管家本是奴才出身 败了不知多少人了 这次花了他那么多钱 只使一败那有何不可 于是满口地答应 这一天孟陀来到张让门前 但见人头攒动 拥挤不堪 根本过不去 管家望见孟陀前来 不时前沿 忙拨开众人 率领手下跪下迎接 将孟陀让进了府内说话 门外的达官贵人 见状大惊 心想 往日逼恐朝天的管家 今天却对孟陀这般的恭敬 那孟陀肯定与张让交情不浅 否则哪会有如此殊荣 于是 头张让之门不得进的那些人 纷纷来找孟陀送来大批的金银 没过几天 孟陀便收回了自己 带来今世的十倍的财宝 代属下以礼 用公开手段收买人心 也属于杨德树的范畴 三国首主刘备堪称这方面的楷模 刘备 关羽 张飞 桃源 结拜 形成了刘备集团的核心 刘备三顾茅庐 以至诚之心感动了诸葛亮 使其出山辅佐刘氏集团 做了军师 其他大将 如赵云 马超 黄忠 姜伟等 刘备都是以仁德 诚心感动于他们 使他们自愿为刘氏集团买命 所以在后代人的传说中 并有了曹操占天时 孙权占地利 刘备占仁和的说法 这种动之以情 截之以成的杨德领导术 确实值得当领导者的借鉴 二 阴贼术 有些事情不宜公开地处理 就要使用阴贼术 暗中使用手段解决问题 东京的时候 卢群的姐夫使心太守 徐道吕 与卢群密谋骑兵反境 准备筹集木材 以备剑造剑之用 于是派人到南康山砍发树木 这个木材的用场 不好公开地宣扬 便说发木材运到下游贩卖 等到砍发了一大批之后 又说人手少 无力运到下游 便在当地减价出售 当地人贪图便宜 争相地购买 处在家中以备用 如此反复几次之后 当地人家中 便处下了足够建造 相当数量战舰的木材 后来 徐道吕 卢群骑兵造反 徐道吕 便命手下之人 按出售时木材时的票券 按货收取木材 命人拼装战舰 只用了十天的功夫 便造出了所需的战舰了 以榨树对榨树 以暗手段对付暗手段 也是阴贼树的一种 宋人宗使 赵元昊成帝 建立西夏国 赵元昊的手下 有两名新副将领 野利王和天都王 能争惯战 对宋王朝威胁非常的巨大 首边宋将仲石横 决心除掉他们 野利王为了盗取宋军的情报 便派出浪里 齐盖 媚娘三人 打入了宋军的内部 仲石横知道他们是奸细 便决定利用他们一下 于是让他们围观 让他们负责兼税 自此之后 仲石横便留意物色 打入敌方的人物 不久之后 他便找到了一位 叫做法僧的和尚 仲石横命他 前去乍巷业立王 而放出口风 让让李他们知道 走前 众士恒写了一封 约野利王投降的米信 让法松藏在了身上 又画了一幅红枣和乌龟的书 让法松送给野利王 人还没到野利王那里 消息早已经有间隙传给了野利王了 野利王张驾了罗王等候 法松一到便把他抓了起来 见到那幅画后 野利王不知其中的寓意 为了邀功便把他押到了赵元昊那里 赵元昊一见是暗喻野利王早归 便追问还带了什么东西 法松假说没有什么 赵元昊便动用酷刑 法松也没有招刃 直到最后说要杀了他 他才假装怕死 交出了众士恒交给野利王的信 赵元昊见他受了这么多的苦财交出 便认为其中没有诈 反而真的怀疑野利王有了二心 为了慎重起见 他派亲信冒充野利王的人 秘密到众士恒那里探听虚实 使者到了宋营 众士恒先让人把他们安排住下 然后派秦获来的西夏兵从门缝中辨认 等确认他们是赵元昊的人后 众士恒相装不知 把他们当作是野利王的手下进行招待 并与他们密谋了造反的计划 这批使者回去之后 赵元昊立马把野利王给杀了 众士恒又在宋下边境设下祭坛 书写记文于木板 上写野利王天都王有意详颂 结果功败垂成 故十分的可惜 吊起王林云云 西夏将领听说 众士恒在边境上有事 便刷一群杀来 众士恒假装晃晃晃晃 将文木板夹在了纸钱中烧毁 迅速撤离 西夏兵赶来 扑灭了纸钱火 将木板呈献给了赵元昊 不久之后 天都王也被杀掉了 三 信成术 信成术是靠信誉取得成功 信誉是商品销售的生命 所以各厂家都拼命地抓商品信誉 保商品信誉 从而击败竞争对手 也有用破坏对手的商品信誉为手段的 诚信还有一个范围问题 对某些人信成 必对某些人欺诈 东汉末年曹军与孙刘联军在赤壁对阵 孙刘联军一方需要一个前驱曹营炸祥 以点火烧船之人 但曹操已多以著称 一般的炸祥是不会被接受的 故中心项目的孙武将领黄盖 与周瑜密谋下出苦肉计 第二天周瑜升仗一事 要各将领取三十天军粮一破曹操 黄盖出队打道 朝军人数众多 莫说三十日 三十个月也破不了啊 倒不如投降算了 周瑜大怒 以霍乱军心的罪名推出斩首 众将求情之后 才减为一百军棍 只把黄盖打得皮开肉战 昏死了过去 回仗便派使者去曹营曰祥 曹操将信将疑 直到接到了打入孙武大营的 间隙蔡中蔡和的密信 才算相信了 因此 与黄盖约下了投降的日期 投降那天 黄盖的军队 驾着装满硫磺 火种的船 以投降为名 得以顺利地接近了曹营的战船 演出了火烧赤壁的历史性一幕 黄盖以诚信为名 使对曹操欺满用诈 黄盖表面上背叛东吴 不信承 实是忠心耿耿 十分的信承 这就是信承术的活用 四 碧逆术 即用欺骗的手段 把事情办成 明朝的时候 一位御史得罪了某位蜀员 这位蜀员怀恨于心 图谋报复 便派了一位乖巧的童子 前去服侍这位御史 乘机把御史的大印给偷走 于是发现丢了大印 大吃一惊 在古代社会中 官吏丢了印 是要被处以死罪的 于是琢磨来琢磨去 怀是那位蜀员干的 但又苦无证据 不好贸然地审问 又怕张扬出去 让上司知道了致罪 于是便施展了缓兵之计 托病 暂不理事 一位志谋著称的朋友来看他 将出了真情 请这位朋友帮忙 依朋友的谋划 当天晚上 御史派人到厨房 放了一把火 一瞬间 火映红了半边天 蜀员们见状 忙去前厅集合救火 御史承起把空硬盒 交给了有所怀疑的 那位蜀员保管 其他人都去救火 等救完火回来看时 硬盒中已有大硬了 这就是用欺骗手段 制服窃贼的例子 用欺骗的手段 还可以治病 唐代 京城中有位名医 医术高明 手道病除 末日 一位从里南回来的官员 前来请他到家中 为夫人治病 离那一带气候温暖 虫子很多 这位夫人吃饭时 施下了一只虫子 自此 便怀疑肚中有了虫子 肠恶心呕吐 吃不下饭 请了许多名医 也未曾治好 京城名医看后 说 一剂药就可以治好了 于是 他开出了一剂兔药 派人去抓来 并找夫人身边的贴身丫鬟 告诉他 夫人是心病 要治好 必须如此如此 于是 要煎好之后 丫鬟把预先抓来的一只小蛤蟆 藏在了袖子里 等夫人呕吐时 地上痰鱼 待夫人呕吐不注意时 把那只小蛤蟆 放入痰鱼之中 夫人吐完 撇了痰鱼一眼 只肩呕吐中 有东西在动 便以为 肚中的虫子吐出来了 他的病历史就好了 五 平素术 平素术 是利用人们的思维定势来做成事情 宋真宗 行将驾崩 宰相李迪和其他的执政大臣 收护在宫中 一来等待处理后事 二来为年幼的太子保驾 这时候颇有权势 素怀二心的八大王 赵元衍 也守在宫中不走 想等皇上驾崩之后 乘机左右太子 独揽国事 大臣们很实忧虑 但又不能明眼地赶他走 这一天 汉林寺的人 捧着一鲸鱼开水进宫 李迪问干什么 那人说八大王要开水喝 李迪心胜一计 拿起书岸上的毛笔 在鲸鱼的开水中较黑 并交纳人应对致辞 八大王见开水送来 刚要喝 却见水已变色 便疑心 有人要暗害于他 担心留在这里会有生命之余 盲上叫离工 回府去了 这是用人们 水变色必有毒的思维定势 一成其事 民武宗时 宁王朱成豪叛乱 王守仁前取平叛 两军交战 宁军失利 王守仁都军死战 两军混战成一团 奔不出敌我 王守仁心胜一计 宁人高高挂齐快牌子 上面写着 宁王一倍情祸 武军切勿滥杀 宁军建了 士气大振 叛军建了 以为主帅背情 军心涣散 无心恋战 被王守仁打得大败而退 这是用人们 反叛主谋 比严惩 写从多被赦免的思维定势 制造假情况 扰乱敌人的军心 第四十数 扶炎 扶炎就是说 世间身为君主的人 要接受以上 所说十一册的其中的攻击 但是君主为了防身 就不得不对此加以利用 并且为了完成 作为君主的治理业绩 又必须就 为 明 听 赏 问 因 周 参 明而努力 在庄子和列子两部古典中 有朝三暮四的一则故事 有一个很喜欢猴的人 养了很多的猴 他非常了解猴的心理 而猴也跟主人非常亲密 然而 主人家非常地穷 甚至 节省自己吃的东西 来喂养猴子 但是最后 仍然不得不减少 猴所吃的相食 假如减少猴的饲料 那猴一定会发怒 如此 就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某日 主人就毅然决然 集合后来商议 早晨给你们三里相食 晚上给你们四里相食 你们能不能忍耐呢 当主人说出这话之后 猴子们就一起站起发怒 这时 主人大惊失色 说 那么就 早上给你们四里相食 晚上给你们三里相食吧 请主人如此让步之后 猴子们 都很高兴地接受了 第四十一竖 分威扶熊 就是说 分散敌手的威士时 首先要像猛熊 扑猎物之前那样 尽服尽藏 我们早有准备 而让敌手 毫无防备 这是第一步 敌人像瞎子一样 什么也看不见 毫无防备 我们像猛熊那样 猛扑过去 像猛熊那样 一屁股把猎物坐在下面 压倒猎物 压死猎物 这是分人之威的第二步 以自己的威压 压倒对方之威 分人之威而置人的关键在于迷惑对手 使对手看不透我们 蛰伏在我们的威士前 南北朝时 北魏元真 胆识过人 文物双全 被任命为南豫州刺史 当时 南豫州附近的大湖山 一些部落 常到附近周线 略抢骚扰 进山脚匪 花费太大 听人不管 又苦了百姓 元真苦思良策 想起了古人讲的 分威浮雄术 便按此即行事 他先派人去大湖山 请那些部落的首领 前来赴宴 并请他们观看 射箭比赛 元真寓先从侍卫中 选出了二十名神剑兽 又让一名死囚 穿上军服 混于其中 宴会开始后 传令从兵士中 随便交二十余人 射箭比赛助兴 那些部落一向自持 剑术高明 而瞧不起汉兵的射箭 部落首领们 都冷笑着准备看笑话呢 哪只汉兵们 各个举弓射出 渐渐中标 把那些头目看得大惊 只有最后那个囚犯 当然一箭也未中 元真装作大怒 喝道 平时不多练 拖出去烧了 头领一见 元真治军如此威严 认为他手下的军事 必定个个是射箭能手 心中十分的害怕 元真由于先提出来十个死球 换上山里部落的服装 把他们压到远处 宴会间 一阵微风吹来 元真嗅了嗅 说 这风中有凶器 必定有大人在劫掠侵扰 又嗅了嗅说 不远 就在西南方十里处 有十来个人 快领骑兵去补 不一会儿 果然抓来了十多个穿着部落服装的囚犯 元真当着那些喝酒部落首领的面 下令把那十来个入侵者通通的杀了 那些部落首领见元真如此的料事如神 心中未复 自此 再也不敢带人下山截掠了 元真就是这样的设计迷惑对手 制造出自己的威势 吓住了对手 西晋初年 正当禁武帝准备大举伐武 统一中原之时 梁州先卑首领突发术机能 骑兵反进 攻陷了梁州至所五威 使武帝有西县之忧 军家马龙寝战 被任命为威武太守 募集了三千五百名的士兵戏征 但先卑士兵十分的骁勇 个个穿着重装铁铠 刀剑难以穿透 马龙苦思良策 想起了分威扶雄术来 便命一部分将士 在一条狭窄的三千古道两旁 偷偷堆下了许多的磁矿石 然后命令另一部分将士 换上皮质的甲皱 前驱又敌 只准败 不准胜 因敌来追 将士们分批一击而行 负责又敌的将士 跑进了一条峡谷 突发输技能 眼见主说的鸭子要飞掉 十分的不甘心 可要追进峡谷吧 又怕中了埋伏 但又一想 我的将士都穿着重铠 中了埋伏 也不怕剑射枪刺的 于是徽军进入了峡谷 两旁扶军没有射箭 只是扔下了许多的磁矿石来 磁矿石 把先卑军牢牢地吸住 跑也跑不掉 穿皮甲的精兵 反过头来 一刀一个 统统把他们砍断了脖梗 消灭了这股鲜卑的士兵 军将马龙 用分为伏虎术 使鲜卑首领 再也不敢小瞧中原 归顺了进五地 春秋时期 五月交兵 隔江对峙 黄昏时刻 岳王把自己的军队 分为了三股 一股去上游 乘穿鸣骨 顺流而下 一股从下游 乘穿鸣骨 逆流而上 主力藏在正面的大影中 时辰一到 上下游的岳军 鸣鼓并发 装作要包抄五军 五军健壮 分兵两路 分头应戏 待五军船队走远 岳军处理悄然杀过了江 占据了五军大营 再分兵两路 杀倒五军之后 前后夹击 大败五军 岳军就这样 设计是 五军自己分散了兵力 潜入了威时 取得胜利 战胜了强大的武军 散敌之威的关键在于 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使敌人落入我们的圈套 自己分散自己的威势 第四十二书 散事质鸟 就是说 要分散敌手的势力 便不利之局势 为有利之局势 就必须效法那捕失的智鸟 凶猛的智鸟 在扑向猎物时 必须审视夺智 抓住时机 仇准猎物 一下子俯冲下来 一举成功 聪明人 在分散敌手的势力时 也因如此 一定要掌握好时机 仇准对手有了漏洞 再行动手 如此 才能一举分散敌手的势力 转变局势 而克敌制胜 战国后期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 推行 把家更战政策 赏有功 讲耕作 充分地调动了 士兵 百姓的积极性 因而 国势大胜 大有吞并 关东六国之时 吓得关东六国联合起来 合众弱 以对付一强 这便是合众之术 但是 这合众联合阵线 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各有打算 唯利是图 见利妄议 秦国 瞅准了这一漏洞 便施展出 远交进攻的 连横策略 破坏六国的合纵 散起联合威势 而各个击破 出此记者 是测试范衰 范衰是魏国人 受大幅虚假迫害 折臂折尺 装疯卖傻 靠朋友帮忙 才逃出了魏国 又躲过了 善于猜忌的国相 相后的搜查 终于是来到了秦国 瞅准时机 见到了秦昭襄王 他分析了秦国 地理上的优势 和军事上的优势 又分析了多年 未能借此优势 取胜的原因 是在于战略上的错误 秦国不应去盲目地攻打远国 吓得那些远国向靖国求救 使他们都心怀恐怖 联合起来 而是应该执行远交进攻的策略 与远国联好 使他安于现状 觉得我们对他们鞭长莫及 于是勾且投安 我们再去攻打靖国 那远国暂时又并无威胁 或靖国向其求救时 他们也不会真的卖力 如此 我们就能够散六国合纵的威势 而各个击破之 最终夺取天下 秦昭相望听伙大喜 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策略 经过几代的努力 终于同意了全国 秦国遵从纵横测试之际 破坏六国的联合知识 转不利局势为有利的局势 就是采用了散世之鸟术 瞅准六国联合的缝隙 才行动手 东汉末年 曹操平定了元帅 元树之后 派张辽去长社屯兵 以防备荆州的刘表 张辽会及手下重将 集合出发 可出发的头天晚上 军云中居然有人谋反 一时间火光冲天 人声呐喊 声势惊人 张辽沉着地分析了形势 决定用分化瓦解之术破叛兵威士 他高声了大喊 肯定是少数人谋反 不凡的都老是坐下 顿时坐下了不少人 陆陆续续的 兵士大多坐下了 少数谋反的主使者便孤立了起来 张辽派出清兵 把他们一个个捆绑起来 就地正法 散敌之时 分化瓦解之 要抓住一个关键 敌人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各有各的利益 利益不同 顾可分其为左中右派 区别左中右三派 利用左派 拉拢中派 孤立打击右派 才能够分化敌人 瓦解敌人 制服敌人 三国时期 诸葛亮出兵骑山 率兵北伐 行至五丈园 遇草兵 两军对垒 司马懿料定蜀军远出征战 粮草难以接济 必定速战速决 以其凶猛之时 打败自己 便令手下 兼必淫累 兼手不出 不予交战 以错 蜀军之锐气 诸葛亮多次派人出阵 挑战叫骂 司马懿就是不上当 兼必不出 后来 诸葛亮派人送来 妇人的衣帽 以此讥讽司马懿 缩手缩脚 不敢交战 其得司马懿不讲大怒 就要杀出 而司马懿却哈哈大笑 结果夫人衣帽穿戴了起来 就是不出战 诸葛亮终于是既穷 无奈地退兵了 兼必固守 等待时机 也是一种散敌威士的好方法 此法尤其适用于对付那些 因形势所迫 给予速战速决的敌人 本期听书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这里是爱上听书 带你听更多好书